台中市行大查獲一對夫妻 栽種大麻 原來這夫妻倆 夢想是靠著種植大麻 能夠一夜來致富 因此在網路上 就購買了相關的種植器具 再找來一名同夥 三個人是在家裡的一處農舍 來栽種大麻 但是就在即將收成的時候 遭到警方一舉破獲 現場查獲了九十一株的大麻盆栽 警局外援檢人力接龍搬運盆栽 但數量實在太過龐大 還得出動推車幫忙載運 推車上頭載的不是普通花草 而是大麻 警察怎麼會變成了園藝工 原來這些大麻是警方 前往農舍逮輪時所查獲 屋內百滿大大小小盆栽 總共有九十一株 現在大人 我的觀眾朋友全準備了 學習嫌犯自知難逃 放低身段表示會全力配合 被警方上考帶回 蔡嫌跟他的妻子 他們是在網路上 自學大麻種植的技巧 然後再跟另外一名嫌犯 來討論 然後他三個人在合作來做大麻執照 三個嫌犯聽到這個法律的嚴苛 下的當場 北部當處 農舍內照料環境頗具規模 黑色架子將盆栽整齊擺放 還有栽種用的光源燈培養液 嫌犯費盡心思洗心照料 幕後主賢是一對四十多歲菜姓夫妻 兩人上網自學大麻種植技巧 鎖定嘉義租金便宜的農舍作為據點 但就在即將收成的時候 被警方一舉破禍 不但沒賺到錢 恐怕還得吃上牢飯 全以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移送台中地檢署偵辦 記者王宇菲林博從台中報導